今天的主題 我是怎麼寫的 他三之十啊 就是如果 陳時中在大陸當官會怎麼樣因為我相信 不管台灣的網友或者是 海外的網友或者是中國大陸這邊網友 我想大家都應該知道這個 最近陳時中 網路上有一段影片流傳出來就陳時中在 唱歌喝酒 他喝的是不是紅酒 他喝的是紅酒嗎跟我一樣喝紅酒嗎然後在 然後乾杯 然後很豪邁的一口下去 還在唱歌 那時間呢是在去年 還在疫情的期間 然後就是大家就 防疫指揮中心的指揮官居然這樣子 以身 不作折 真的是 怎麼可以這樣呢 然後就引起了一陣 最近那個 新聞引起了一陣討論啦 好那我們就來 談一下 借的這個 本頻道直播的節目我們就來談一下如果陳時中的這個行為呢 我們現在看一下陳時中這個行為然後再談一下 如果陳時中那個行為在大陸當官會怎麼樣啊所以這就今天的這個題目來 我來先帶大家來review一下 這個新聞 OK 我把第 這個 網頁打開 來我帶大家來看一下這個新聞啊 就是這個 陳時中唱歌喝酒 喝的是紅酒喔 然後得這個新聞在網路上 瘋傳嗎 然後陳時中搶這個是假新聞不要再傳了啊 唱歌喝酒 還還是一個不錯的餐廳 你看吃牛排 那這個餐廳 網路上也有人爆出來是 是個很好的餐廳 非常好的餐廳 來 衛福部長 陳時中昨天在防疫記者會 澄清 他參加的這場活動並不是在三級警戒的期間 然後日期措置了所以不要再轉 轉傳了 因為這個日期是措置的所以是假新聞 如果誰要誰敢再轉傳呢 將請法治主處理啊 大人好大的官威啊 再轉傳就要請法治主處理啊 我相信呢大部分的網友應該都看過這個影片了但是 小弟我呢還是不厭其煩的啊 來 這個讓 線上的這個網友大家再來 聆聽一下我們陳時中陳指揮官的這個 歌聲來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影片啊 好 好 我那个时间点放到这边了 因为这边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出现了 所以就先cue在这边了 那这一段时间呢 就是到这一段影片呢 就是那个陈时中啊 非常豪迈的唱歌 然后又干杯的这个影片啊 好OK 来那这个影片呢 就是新闻就肉收出来了 在这个影片里面的人呢 个个都不简单啊 他们叫什么 陈时中嗨唱蛇会啊 这个叫蛇会 什么叫蛇会呢 就是他们是参加一个叫蛇会 蛇会是什么 都是属蛇的 然后组成了一个会啊 就好像什么 反正什么狮子会啊 符伦社啊 那种什么 大家就是兄弟会啊 姐妹会啊 什么会 然后大家就举个会 然后你不是 你如果没有一点身份地位的人啊 你没有办法参加这个蛇会啊 蛇会就是 他们都是属蛇的 组了一个蛇会啊 那我是属羊的 可以组个羊会吗 哈哈 属牛的组个牛会 好了 属蛇会啊 OK来 来头都不小啊 所以就被到底有谁来参加这个聚会了 首先 人物A 郑威集团总市长郭台强啊 郑威集团是什么 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叫郭台强 郭台强是谁呢 他有一个哥哥叫郭台铭 OK这就够了啊 他就是郭台铭的弟弟啊 郑威集团董事长郭台强 郭台铭他弟弟郭台强也在现场啊 郭台强啊 就是他 他就是郭台强 来还有一个呢 这个是就是我画面停在这边的啊 这个是1111银行前执行长啊 叫陈小珍 我们来看苹果怎么报道的 这个白衣女呢 被起底来头不小 是曾经担任这个人力银行的执行长的陈小珍啊 目前已转往中国福建平潭发展 专做一些招商的工作 你苹果到底在在币什么 他就是平潭招商局的副局长 好不好 他已经被爆出来了 他就是平潭招商局的副局长 OK 怎么竟然是在大陆 招商局是官方的一个单位 所以就是原来我们的陈时中指挥官 就是这个叫什么 跟这个大陆的官方也是 交情肥浅 好不好 这个大家都错怪你对小明的那个 其实你对小明是两面手法 你表面上要大家知道你是抗中的 其实你私下的你是非常跟 跟那个非常轻忠的 应该是这样 双面双面手法 OK好 来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人 就这个美魔女 这个美魔女 平潭招商局的副局长 OK 还有一个是什么联衣心脏内科前主任 陈世中 他不是陈时中 他叫陈世中 这个音都很像 就是他在旁边跟他搭了干杯的这个 这个指挥官好酒量 来 有一位抽到陈时中旁边大战部长好酒量的男子呢 就是在台北一联心脏内科主任期间收受回扣 自行开业后又服报健保费的医师陈世中 他现在还被起诉 OK 就是这么一个 这种咖 我们讲 这也不是什么好获色 然后这福报健健保费 OK 来 还有一个就是义大 这个是义手大学的教授 还有一位义手大学的教授 我应该不认识他了 刘鸿生 这位刘教授 OK 好 那主要就是这几个人了 重点就是 郭台铭的弟弟 郭台强 还有这位美魔女 就是福建平潭招商局的副局长 也都是坐上宾 都跟那个陈时中一起 好 然后呢 这个陈时中呢 这个影片呢 就被爆出来以后嘛 就是大家知道 哇原来与会 与会的官员来头不小 然后与会的人员 不是官员 只有一个是官员 这个美魔女是官员 其他是商界的啦 至少目前爆出来的 那因为与会的人员都来头不小嘛 然后所以 这个就引起热议 首先就是你在疫情期间 对不对 然后大家在这个 这个叫什么 呃 背盘狼藉的 也都没有保持 这个叫什么 社交的安全距离 对不对 那也没有戴口罩 那还是疫情期间 你自己 指挥官 你要防疫指挥官 你要以身作折啊 然后还跟人家在这里干杯 而且还有影片倒出来 你的酒还是从人家杯子里面倒过去的 还跟那个美魔女间接 对不对 间接吃到人家的口水 这样防疫上不好嘛 是不是啊 部长这样不对哦 好不好 那 那所以就引起这个 就是 大家的批评 哎怎么可以这样 陈总怎么可以这样 部长怎么可以这样啊 对不对 那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 苏贞昌 苏院长 就 开始 替 这个 陈时中 陈指挥官 啊 来换夹 我们来看看 苏 苏院长 苏贞昌 他是怎么说的 来替陈时中辩护啊 来 苏贞昌 我们来看一下 苏贞昌怎么说的哦 嘿 逗 陈时中 脱照高歌影片释出 那引发党内外出现 政治斗争的说法 也有人认为是 大陆势力带风向 那蓝音说 陈时中应该要道歉下谈 以及立委赖事保说 长法妹就是犯局妹 IP物化女性 来院长的看法 这个假讯息传出来是从中国方面 而且这样子有计划 一波一波的 在打击这么辛苦 防疫做到世界最好的防疫团队 实在很不应该 至于讲 头发这么长 应该就是换局面 这种话 对理性 非常的不公平 这很多 大陆法院 长头发的 李立委 不知道要做何感想 好 来 那个我引用一下那个 中 中时的 那个片段 首先呢 那个记者就问苏贞昌了 就是 就是这个 这个影片是 怎么样 有 有 人家外传是什么 中国流流出来的 然后 苏贞昌就是说 哎 这个影片呢 就是中国流出来的影片 他主要辩户了两点 一个 这个影片就是中国流出来的影片 那 要来打击 我们防疫团队的这个士气啊 那我们防疫团队是世界最好的啊 所以大家不要 这个叫什么 被认知作战 给 给 给中计了啊 大家不要中计了 一切都是 中共的阴谋 好不好 真的是 后来呢 他另外一个就是说 那个因为 那个影片里面 有很多 长发女的嘛 那 那不只是那个 福建 平潭招商局的副局长 那位美魔女啊 其他地方也是 其他 其他座位也是 大概一男一女 一男一女 然后就是 女的大家都长发 然后这样 然后就 就那个立委 赖斯堡就质疑 是不是犯局妹 其实我也觉得 就 这个应该是 经验啦 就是我朋友的经验 告诉我说 这种 通常都会是犯局妹啊 所以就是一个判断啊 那那个苏贞昌 他就 这个 这个叫什么 转移焦点啊 就是说 你怎么可以说 长头发女的 都是犯局 犯局 犯局 犯局妹呢 你歧视 你歧视女性 很多长头发女生 很好啊 他不是犯局妹啊 我在想 那苏贞昌 那犯局妹也没什么不好啊 犯局妹也是一个 工作啊 你是不是歧视 八大行业 对不对 是犯局妹 犯局妹嘛 也没关系啊 干嘛歧视犯局妹啊 好啦 没关系啊 就是 反正主要就这两点了 但是最扯的一点呢 就是 中国 假讯息打准打击啊 这个打击我们防疫团队的士气啊 那 大概这整个新闻脉络就是这样啊 这个 既然也可以甩锅中国 我真的是头昏了 我下次开个主题 到底有什么事情 可以不甩锅中国的 呃 就是 什么事情可以甩锅不到中国 就是 哎 这个事情竟然甩不到中国的 我也想 到底有什么事情可以不甩锅到中国 我也很想知道 连这个都可以甩锅中国 哦 晕倒啊 那所以呢 看 从这个苏贞昌这个反应啊 然后 民进党这些 这些 彻翼啊 的反应来看 陈思忠估计啊 就是 这个影片爆出来啊 他在 疫情期间 我不管是二级三级还是怎么样啊 在 在跟大家干杯喝酒 也没有保持 那个安全距离 然后还 还受到那个 跟 商人去这么高档的地方 然后 招待这样子 我 即使如此啦 我估计啊 陈思忠应该也会没事 应该也会没事 所以呢 就让我很好奇啊 如果 陈思忠 或者陈思忠这个事件啊 他是 是发生在大陆 或者陈思忠在大陆当官的话 那陈思忠会怎么样呢 首先呢 我要先带大家来看一看 这也是我在这个 维基百科 查到的啊 八项规定 什么是八项规定呢 来先聊聊看这个中共的八项规定啊 八项规定是什么来我先把聊天事先关掉 八项规定是中共中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2012年主持的第18届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面提出的啊这个叫八项规定 内容是什么呢 因为内容很长啊我大概就是折药的念念念念念就好了啊要改进调查研究到基层要深入了解真实情况不要走过场搞形式主义千万不要这样然后要简化接待 然后不要光挂那个什么标语横幅啊不安排群众接送不设迎兵地毯不摆花草不安排宴请啊大概就不要铺张了啊然后要精简会议活动未经中央批准一律不不准出席各项剪彩电机活动和庆祝会开短会讲短话就是实在一点的不要不要不要就那去去剪彩做那种剪彩官员啊这个真的是 我在想台湾的这些官员最爱剪彩 这剪彩好像这是我的政绩就是最爱剪彩然后留张照片剪彩官员都在剪彩啊然后所以这个这个八大八项规定就有一项就是精简活动啊不要没有批准不要剪不准出席剪彩然后精简文件简报然后改进文封然后规范出访啊要严格控制出访随行人员严格控制规定乘坐的交通 工具啊然后要改善警卫的工作减少交通管制这个也是首先就是大概就不要铺张浪费也不要扰民啊很多那种大关一出去一路一路都唱唱通然后就是这样然后就是交通管制很铺张那种感觉啊也要改进这种感觉好改进新闻报导啊然后大概是这样然后严格文稿发表例行 请检节约啊大概大概的内容是这样啊这八项规定啊那那个还有还有什么叫六项禁令呢来我再给大家科普一下其实我也给自己科普一下啊六项禁令又是什么啊六项禁令就是这个 呃原为中共浙江省委一据总书记习近平提出的八项规定而再创造的详细条款就是六项六项禁令就是这个八项规定 拟定出来的详细条款了啊我们来看一下 严禁公款互相呃也哦严禁用公款搞相互走访送礼宴请啊你不要就是不要用乱用公款然后乱乱请客这样子啊 严禁向上级部门赠送土特产啊严禁违反规定收受礼品礼金有价证券 呃支付评证商业预付卡哦严禁滥发前务奖排场比阔器铺张浪费 好第五条严禁超标准接待领导干部师领导干部下基层搞调研参加会议检查工作者要严格按照中央和省委有关要求执行啊 所以就是超标准接待那我想陈时中那一场哦是不是超标准接待呢来 严禁组织和参与赌博活动各党各级党干部一定要充分认识赌博啊 这个不能赌博真的是啊这个我相信台湾也是了啊好大概就是总总之呢总之呢就是这个八项规定跟这个六项禁令啊就是去规范这个官员整治这个官方就是让官员不要铺张浪费 然后不要这么奢华迷烂浮夸啊然后就是根据我个人还有根据网友跟我的那个讲法这个八项规定之后啊真的那个叫四个字叫官部聊生啊这是我个人跟我跟我很多对岸的网友啊还有对岸的朋友的互动啊这这个叫做呃角网必须过正啊啊这这八项 八项规定出来很多的时候叫官部聊生啊就是这样但是不管怎么样对对老百姓总是好的嘛你你你那个当官的都变得非常非常的小心翼翼啊做很多事情都变得非常小心翼翼 好那然后呢这个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出来以后啊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查了一个统计表啊统计表就是说 这是一个二零一八年份的统计表我再把聊天室关掉啊会会挡住啊 从二零一八年八统计到八月八月份啊 这个处理的这个违反的八项规定处理的问题数有五千多件五千五百多件然后处理的人数有七千八百多个 然后给予党纪政绩处分的人数有五千四百多个好OK好然后呢主要是处罚什么类型呢这个违规公款吃喝什么公款国内旅游公款出国旅游 违规配备使用公物用车楼堂管所违规问题违规发放津贴或福利违规收送礼品礼金大半婚上喜庆 哇这些都都违规还有一个其他其他是什么其他我们来看一下其他包括提供或接受超标准接待 接受或用公款参与高消费 娱乐健身活动 违规出入私人会所 领导干部 住房违规违规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宴请等问题OK好 陈时中重重重重重重全重 OK好基本上陈时中就是重这个其他这一项了 陈时中基本上就这么简单 你说他有没有 接受超标准接待 他有没有参与高消费娱乐或健身活动 奇怪怎么会叫健身活动 是建哪一部分 OK好 anyway 禁止出入私人会所 对不对 那基本上陈时中都重了 违规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宴请等 里面有一个医师 那个郭台强我不知道是不是他服务的对象 这个检调一调查就知道了 OK好所以基本上陈时中呢他就是中了这个八项规定六项禁令 所以他就会被这个所谓的叫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那党纪政纪处分会怎么样呢 科普一下你看我一个一个找 所以党纪处分和纪律处分叫什么东西 这个反正就是不管了处理方式就是政纪处分的处理方式 这个叫做警告 既过既大过降级撤职开除 那纪律处分叫什么 对党员这个叫警告 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 留党查看 留党查看 开除党籍 然后对党组织就改组解散 大概就是这样的处分 这个就是政纪处分纪律处分OK 好 那刚好呢 刚好今天有一则新闻 可以让我们这个叫for example for example就是一个高官 如果违反了这个 八项规定 或者什么六项禁令 然后被什么政务处分纪律处分 会怎么样 来看一下今天这个新闻 等登登登登 刚好今天有这个新闻 好 这个叫潘家华被开除党籍人民网 日前经中共中央批准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对国家烟草专卖局 原党组成员中央纪委 原派驻国家烟草专卖局 纪检 纪检组组长 搬家华严重违纪违法问题 进行了立案审查 所以他什么上司信念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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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上司理想信念 弃手职责使命 职纪违纪 帮助烟草行业私营企业主 谋取私利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的精神 违反这个八项规定 违规收受礼品 违规接受私营企业主 安排的出国旅游 将多名亲友安排在烟草系统工作 家风不振 纵容亲属 利用其职务影响在烟草系统 违规获取缺益利益 贪图享乐生活奢靡 对技法毫无敬畏 靠烟吃烟 利用植物便利 在企业经营等方面为他人牟利 并非法收取巨额财物 OK 我看了一下 除了这个 最后一项 非法收取巨额财物 这个应该叫收贿 除了这个最后一项以外 我想前面几项 这个叫什么 任用亲信工作 任用家人亲信工作 然后图利厂商 然后这个 至于什么上司理念 这些我就更不用讲了 什么任用亲信图利厂商 台湾的官员一堆 都只是 只是你要办不办而已 对不对 那当然 当然如果 收贿的话 那个是 那个是 有证据 那个一定要办的 但是我想 在台湾 其实前面这一些 好像大家都已经 麻痹了一样 什么贪图 享乐 生活奢靡 这些根本就是 那陈时中 那个算 就是那个根本 就是 我就不知道 就是 如果我们看台湾这个 那显然 大陆的这个标准 是比台湾严格很多的 好 那所以呢 他会被怎么样 我们来看一下 按照他的这个 他会被怎么样 潘家华 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 连结纪律 工作纪律 和生活纪律 然后 还有违法 并涉嫌收贿 涉嫌收贿 这个是犯罪的 所以呢 他 在 18大 并在党的18大后 不收敛 不收手 性质严重 恶劣 所以他要怎么样 中共常委 中央批准决定 给予 潘家华 开除党籍处分 并按规定 取消其享受的待遇 收缴其 违纪违法所得 将其涉嫌犯罪问题 移送检查机关 起诉 所涉财物 一并移送 好了 反正就基本上 这个 这个叫双开吧 就是你 你基本上 你就是要撤职 然后查办 然后 开除党籍 然后你要收缴其 违法所得 然后就就是会被 很严格的处理了 基本上这个这个当然 当然我拿这个当 example对照陈时中也许 不不这么准确 因为陈时中他目前没有所谓的收贿的问题吗 但是至少就 这个叫什么 八项规定里面 贪图享乐生活奢靡 这边啊 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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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高级娱乐活动 是不是 违规出入私人会手 接手 接受招标准接待 基本上陈时中都有了 所以我就想 陈时中如果是在大陆当官 来我再把这个照片给cue出来 陈时中如果是在大陆当官的话 那他至少他就要被记过啊或或查看吗或或留职还是什么测职还是调职还是怎么样一定会被处分的 只是看事情结的 我我希望我我不希望我的预言是真的了但我希望他会被处置但是我觉得他不会啊所以我我今天借我这个直播节目我来做一个比对我只想说很多台湾的网友或民进党的朋友在那里笑老公啊然后怎么样啊没有自由啊然后呃反正是怎么样说说说一堆了然后呃有有防火墙啊 然后饿死人啊干嘛啦然后其他不讲我就讲整治贪官 人家老公 比现在台湾的这个 官场的风气强多了人家官场的风气比我们台湾内部官场官场的风气好多了哦他们叫官不聊生我们叫官超爽的真的大家 去年去年去年六月的这个影片爆出来去年六月的时候大家都是很担心的每个人都保持社交安全距离然后大家都戴口罩结果你诚实中你私下聚会是这个样子哦你还你还就是接受厂商招待什么不管你不以身作折吗就光这样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我想真的但是台湾因为我也不知道因为种种的原因吧 老百姓好像也也也就也就过去了就觉得OK啊怎么样啊就就听听民进党的这一套但是我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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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了就是民进党的这种说辞啊就苏贞昌的这种说辞都是中共什么什么都是中国假讯息打击防疫团队啊 然后还有什么就是什么呃有反正就是中国假讯息啊啊中国假讯息打击防疫团队的这种说法如果还能再过关我真是偷昏了我相信了这种这种这个叫边际效应递检啊一直用这一招大家也会逆啊也会烦好不好啊大家在看吧我们来看到底陈时中会不会被受到什么样的惩处 啊来到位人事我等着看好不好我等着看OK啊来那等一下开放迪斯科口音等一下开放迪斯科口音我在那个我对大陆这边的这个成储的部分我如果没有讲的很好的话也欢迎等下网友你们能够来补充一下来而补充我讲部份的不足好不好啊OK好等一下开放迪斯科口音等一下开放迪斯科口迪斯科口音喔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